大家好,我是家伟,来自新加坡 相信有许多在中国的朋友都在关注新加坡 新型冠状病毒的发展情况 新加坡在6月2号已经正式结束了我们两个月的阻断措施 而进入了阻断措施的第一阶段 因此,许多公司也开始恢复正常运作了 国人也陆续的开始上班 新加坡政府宣布从6月8号开始 这6个地区将可以飞往新加坡进行生意或供物上的来往 他们分别就是江苏、广东、重庆、浙江、上海以及天津 抵达双方国家的国人将不需要采取14天的隔离 但是必须在出发的48小时前做新型冠状病毒的试指测试 在抵达的48小时之后再做一次的试指测试 同时,他们必须乘上详细的行程表 他们的赞助公司或政府机构将必须帮他们申请准证 抵达新加坡之后的朋友们也需要下载政府推出的APP 叫合力追踪 以方便控制疫情的散播 双方到达的国人都不能乘搭公共交通 这则新闻显示了中国与新加坡密切的商务的合作关系 也表示很快的双方的经济将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一向来都非常依赖旅游业 来自中国的旅客也非常的多 但是旅游业还是无法恢复正常 新加坡也是许多中国朋友的投资首选国家 所以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一直在密切讨论 如何可以更快速的开放 更多飞往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 更多的消息将会在六月底宣布 来到新加坡的中国朋友们也要注意 我国有严格的强制 每一个人在外出时都必须戴上口罩 不能只是单单戴透明的防护脸罩 就有如截图里所看到的 如果想知道更多新加坡新性冠状病毒的最新发展 和国人如何应对阻断措施第一阶段的生活上的改变 那就点赞与分享我们的视频 还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下次再见